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出小辫子 为父报仇 所谓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那么到底谁是螳螂 谁是黄雀呢 其实只要你看过本频道曾经推荐过的前作 女系家族阴谋 就会发现本作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又是老财主暴毕 又是家族争夺 财产戏码加复仇故事 四个美貌女儿加一个美颜女仆 这都属于管系标配 我一直觉得这种女主配置 真的很适合试穿小沙的发挥 此时试穿小沙的技法 比起前作的略带青色 已经到了大成的阶段 长女永远的你来顺受 顾全大局 四女子一的娇横刁蛮 千金小姐脾气 三女性里的两极反差 四女齐罗的情敌可爱 包括女仆茉莉子的成熟性感 都被试穿小沙的勾魂笔法 塑造的让人过目难忘 在画皮这个直击人心的环节上 此时的试穿小沙 真称的启示 业界宗事 但是所有人都明白 画虎画皮 男画骨 本作的剧本骨架 实在是过于雷同和薄弱了 和前作相比 在人物配置上 只是把未亡人的戏份稍作修改 几个男配的数量也删减掉 其余几乎一脉相承 隐瞒身份 为父报仇 包括男主被牛马一样使唤 以此来营造憋屈感 蓄积复仇的势能 几乎和前作一模一样 而本作的男主 相较于前作 却更加弱机 天天就是头疼 要吃药 吃了药以后 头疼好了 弟弟脑疼了 反反复复就这个循环 我们这些老四皮谁不知道 是因为你被下了莫名其妙的药啊 就他自己愣是想不出来 令人捉急 这么个废材男主 还能指望什么反杀复仇 纯靠女人来 救命兜底 那你前期蓄积复仇的怒火 有何意义呢 Zilkins在这个阶段 对管系的解读 基本陷入了固定的套路 早已失去了 和元旗家族二时代的 锐意锋芒 甚至远不如08年 母公司的梅柔之乡 这个视频链接 我放在屏幕上方 看过你就会明白 它的本质 仍然是一个变种的管系 女系家族系列的剧情 就被禁锢在底层草根男 与一众美女和野心家周旋 试图彩色兼收为主线 服以比如金库钥匙 这些套路元素 这些要素就像是 德雷克船长的宝藏 虽然俗套 但永远吸引人 在财上画了大饼 在色上又有四川小沙加持 财色两点兼备 就足以拿出来圈钱了 综上所述 女系家族三 我给75分 对比前作 称得起是 似曾相识 几乎完全是靠 四川小沙一人 扛着往前走的作品 纯爱的 可能不会喜欢 因为B1时期 场面层出不穷 何况本作的B1 有十个 除了和茉莉子的B1 其实算是不错的结局以外 牛头人 大多都会比较感兴趣 而几位大小姐里面 我喜欢永远多一点 虽然人妻 被她老公开源共享 令人心痛 而更惨的事和永远 居然没有好结局 足以让人气爱好者们 垂雄顿足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作品 就是 世川小沙 极为出色原话 反倒衬托出剧情的 严重拉胯 很有点明珠暗头的感觉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推荐泥士 戴上手指 不戴脑子 就好了啊 最后 本作的几番补丁 在齐罗线会跳出 用日文原版 跳过这一段 即可解决 尽请注意 网基本频道 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动态制定里 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下期节目